作词 李宗盛 情起情灭 而今成秋空对月 相约相望 似解似缘 旧事已进入云月 莫道相守 莫道相守 相守无情 心事成全 愿是离去 看看离别 双丝也染双臂两边 长相守一群和年 上次我来公月的时候 这些酒房一天我将葡萄酒卖到中原去 给多少钱也不买 还不是因为你没能耐打通葡萄酒商贸的大门 如今女皇已经下旨了 让所有的酒房开放酒房与军记的买卖 老板 咱们军记又有得赚了 那今天我们从这里找到一家最好喝的葡萄酒 大量运到中原 那我们就可以再大赚一笔 去找些好的吧 好 那就这一家吧 老板 这家有什么好的 我心情好 就一切都好 客客来来来来 看一看啊 看 老板 把你们这儿最贵最好喝的葡萄酒 拿出来给我尝尝 好 和你带来到那边 这家里的葡萄酒 是便宜来 你们上想怎么去 这家里的葡萄酒 让有啥 数个好喝的 特别再对 继续 被散开喝的 可保的 客人 在这里 这个 哥 怪不得那么多的人 都想打通这个葡萄酒的伤毛 这跟中原相比 才卖十分之一的价钱啊 对对对 老板 其实我就是军企老板 居莫问 你们女皇 已经答应跟我通商了 你们这里的十年陈子 我全都买下 您是军老板 这就奇怪了 就在今早 小店的葡萄酒 全被一个叫军莫问的收购了 您怎么是军老板呢 客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会有另外一个军莫问 这个事情也太奇怪了 难道真的有人在冒充话 老板 这还有一家 客官您要点什么 老板 我是军纪的老板 君莫问 我是奉你们女皇之命 来给你们展开 这个葡萄酒的伤毛 把你们最好的葡萄酒 全都拿出来 若是好喝的话 我把它全都买下 把线给它 客官 真不巧 今早你们的君莫问 专门来到本店 收购走了所有的葡萄酒 什么 这 我才是君莫问 怎么还有一个君莫问呢 连本店 这家这条街 所有高档酒房的高档酒 全部都被她买走了 就是她 你什么时候变成君莫问了 只许你事不许我事啊 段太子 那 为了报答你找到肉葱蓉 我将这个城里所有的葡萄酒 都一并收购了 这一车只是样品而已 特意送给段太子 祝君记生意兴如 原来如此 你就是为了报仇对吗 我们俩是好朋友啊 哪来的仇啊 哪来的仇啊 对不对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会把木槿交给你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跟木槿无关 我原非白 只是不想欠别人人情而已 这三年 不不 加上她怀孕的那一年 总共四年的时间 我也是天天跟她在一起 你被关在地牢里的这三年时间 我亲眼看着她扮成君莫问 为的就是保住你的生命 而你的原德君缺钱的时候 我也看着她受尽委屈 为的就是帮你筹钱 当你的军队遭遇了瘟疫的时候 我看着她 明知这个葡萄酒的贸易难做 她还是要以此为条件 逼张之言 放过自己 为的就是到西域里 为你去找肉葱容 你又为她做了什么 你买了这个城中全部的葡萄酒 还有这车样品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 到底她是男人 到底她是男人 还是你才是女人呢 谢谢你了 踏雪妹妹 刚刚看到段太子穿着一身男装 还真挺像个男人的 本太子穿上了女装 就美得像花魁 穿上男装 就是个偏偏美少年 我看有些人 褪去了一身的盔甲 也好像个小妹妹一样 你要吃冰糖葫芦吗 说实话 非白本想送段太子一身盔甲 作为谢礼 但是看到段太子 柔弱得像个女人一样 这盔甲上身 岂不是杀人于无形啊 非白从来不干这些造孽的事 你在说谁呢 要是爷们儿 就证明给我看 就证明给我看 躺起来 继续 非白 你们这是怎么了 别理他 没想到你们俩还能掐起来呢 好了好了 不生气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启禀家主 搜遍了整个吴游城 也没有发现宋明磊的踪迹 信中说 宋明磊被原青江召回西都了 昨晚走的 你们这就组织一队精卫人马赶回西都 趁乱杀了宋明磊 是 我不想要 先回去 你不想要 这些时候 我们没想到 我们来 小姐 我 我 我想,你走 不想,你走 我已经不想了 树母神之所以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那是因为它有强壮的根 可以为其他的树枝提供养分 若嫁接树母神 用那些不强壮的根的话 依然长不成参天大树的 可是总不能让废绝的家 消失在这荒漠中吧 非白 我们可以去中原拿些耕土过来 把耕土与沙子混合 再去找一些适应力强的树苗 这样应该可以彻底改变沙漠画 只是 只是这样经费过高 想要办成还是很难的 大帝之心 什么是大帝之心 我听父王说起过 它就藏在公月城中 它是大帝之宝 它是无尽的财富 它是不管在哪儿 都可以长出大树的种子 但是木槿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找到这个种子 但是我能确定的是 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非白 我们这就去无忧城 好 走 昨夜又起沙堡了 这好不容易才长起来的嫩哑 就 沙堡越来越密集了 苍天无眼 正是要枉我公月啊 殿下 你不带王妃回去吗 这几天 她天天守在这里 她就是不想跟我回宫 先让她缓缓吧 大墨中植物的根本身就不壮 不能抓牢水土 没有人能违背天意 大妃娘娘也不要太过伤心 我们需要的 是根不壮硕的大树 可这世间里哪有这种大树 能在沙漠中存活的 所以 我只能一批又一批地种这些矮树 风沙催垮一批 我就再种一批 墨北中国 毅然被沙漠埋了 那儿的国家都没有了 我不能让公月重蹈覆辙 来 咱们大家 吹倒了 咱们再给它种起来 好 好 来 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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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我怎么努力 所做的一切 在大自然面积 皆不过是皮肤汗术 大帝之心 也许才是公月最后的希望 吾幽城 不过是皮肤汗术 不过是皮肤汗术 也许才是公月最后的希望 我们有什么也许才能 这些我有some 我是不是贵人 什么 你说的 说 我能来爱草 对 不不不不能 注意 看 重证 我们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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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就说你舍不得我了吧 你 你在摸什么呀 非白 根据原家的传说 这个牧仙子变成了一棵树 大元神变成了树下的卧土 大帝之心 可是为什么只有这间石室里面 有大元神和牧仙子呢 难道跟他们的故事有关 我觉得没有 我知道了 大帝之心 大帝之心就在 那个莲花的后面 这大帝之心的传说我也听说过 这是个绝世瑰宝 可是这只是个普通的雕刻嘛 怎么可能会藏着大帝之心哪 你看看你啊 就是不好好读书 每天就知道 《黄庭内景经》新部曾记载 关联韩华 你们仔细看啊 那么这个莲花就是心脏 可是如果要藏东西的话 该放在哪儿呢 很奇怪啊 这整个石壁中只有这个莲花 上面涂了一层透明的涂料 会不会跟母神有关 对 非白 非白 根据传说 你是大元神的后人 虽然我不相信鬼神 但是这些传说都是可以借鉴的嘛 所以 说得特别对 虽然我读书少 可是我见闻特别广 这个时候 就应该捅你两刀 然后放两大碗血图在这里 我 特别乐意去做这个事情 段太子 我麻烦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么紧张的时候 瞎捣乱 我只是 非白 我觉得可以试试 我不是赞同你啊 不是 不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抓住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大帝之心归我们了 追 是你 原非绝 追 快 追 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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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下性命来 我不杀无名之徒 碧莹 网合 答案 官方 碧莹 你醒了 母皇 大帝执心没有被他们抢走吧 放心吧 那 让他们跑了 那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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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真是胆大妄为啊 母皇 这个大帝之心究竟是什么呀 听木槿说 好像和原家有什么关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无忧城啊 本是原家的先祖所修建的 这信件便是建造者所写 一千年前 原家的先祖是外交使节 那会儿去了天竺 回来的路上路过了公月 这外交使节的儿子啊 就爱上了咱们公月的公主 于是啊 就留下做了驸马 可是那时候 咱们公月 正遭受着封杀的荼毒 面临着王国 这原家的先祖就看不下去了 不忍着封杀 侵害着公月国 于是 就率人 修建了这座地下无忧城 来躲避封杀 甚至 还把从天竺求来的国宝 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根发芽的种子 擅自拿了出来 可是他又担心皇帝知道 会说它是侵吞国宝 会牵连到元氏一族 于是就将一颗种子 种在了咱们的皇宫中 其余的种子 全部收藏在 由寒石所造成的墙壁中 想等到封杀过后 人们再回归重建家园 树母神的种子 难怪要藏在寒石打造的石壁中 那元家祖先呢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这个信上也没有写呀 据公月的史官记载 元家的先祖 也是这帝宫的建造者 因为过度操劳 在地宫中离世了 没想到那封杀呀 也一直就没有停 我猜 这种子一定还有一部分故事 它没有说出来 没想到千年过去了 大地之心的传说 流传到了民间 对咱们公月来说 无论是什么样的金银财宝 其真益胜 都比不上这一盆种子啊 千年过去了 没想到他们在这个时候 重建了天日 元家的三少爷还有花木锦 他们选择在此刻来到咱们公月 我相信是命中明明注定的 那飞绝呢 我已经让飞绝带着元家的三少爷 还有木锦去寻找一块 适合埋藏这些种子的土地 作为公月国的储君 这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事 碧莹 你好好养伤 对不起 我曾经怀疑过你是明家的人 可是当我看到你用自己的性命 在护着公月的至宝 我代表 公月的全部臣命 忠心地向你说一声 谢谢 她星族 就你了 想换狠言 这想要是梦翰 都这么厉害 是一路 我算是梦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感谢大漠之神赐予我们大敌之心 感谢大漠之神 天佑宫月 天佑宫月 感谢大漠之神的庇佑 这片土地将会成为永远的防护灵 守护着宫月 与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公月国万岁万万岁 这是他们二位找到了大帝之心 他们是公月国的大恩人 好 感谢你们 好 感谢你们 好 感谢大家 欢迎你 太感谢你们 我感谢你们 你很难見 好 感谢你们 放开 hmm wow 夫君 夫君 你怎么在此 我听下人说你回来了 便过来看看你 大老远跑去上乡 辛苦你了 为原家祈福 不辛苦 穆尹 我们今天讲一个 孔戎让梨的故事好吗 好 从前啊 有一个父亲 他有六个孩子 最小的那个孩子呀 他就叫孔戎 有一天 父亲回家的时候 给他们拿了六个梨 父亲想最先把最大的一个 留给他的小儿子 所以 父王和阿娜 是不是又吵架了 没有 我 穆盈乖 你快点睡觉 父王跟阿娜呀 没有吵架 阿娜给你把故事接着讲完 穆颜 父王 给你准备了一些 都是你喜欢吃的 走那么多天 走那么多天 想家了吧 怎么了 此字远行 才发现 战争的烽火愈烧愈烈 这才知道 王爷担惊节律的为了家和国 有多么不容易 我心疼你 也敬佩你 怎么出去一趟 生出这么多感叹 我从小饱受战乱之苦 如今看着百姓皆苦 王爷亦苦 心里很不是滋味 王爷 我也想像男儿一样 从军 为王爷分忧 当年在擂台上时 就是你身上的这股英气 让我喜欢上了你 现在你是我夫人了 照顾飞流 打点紫园 那已经是为我分忧了 打仗 那是难认的事 不早了 我们睡吧 再来 看来 我 听 听 你 厉害 我 你 笑 她 有 我 但 你 我 我 是 我 你 说 你 你来找我 是想知问我跟明家有什么关系吧 不 大帝之心 是你用命守护而来的 你绝不会是他们的人 那你来 是想知道什么吗 我担忧你的伤 我没有伤到要害 放心吧 那天的话 我其实还没有说完 关于木娅的 我其实什么都想起来了 我知道 木娅好久没有跟你一起睡了 今天你把他带回去吧 他本来就是男孩子 应该跟父王学习怎样做一个男子汉 我身体不太好 想早点休息 好 那你好好休息 我明天再来看你 风的温柔未曾停留 拂过耳盼奏走 飞绝 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 这几只又伤了缘起 这些天 就让木莹跟你睡吧 好 我会找最好的太医 给你整治的 好好休息 我只能看透 谁用眼泪梦化冰圈 谁用你温暖更多远寒 若是也随着银行无声的交换 而现实千百转 如果你愿我曾经满 现在你无需服圆满 终于我荒原感情 不应被掩然 为时已晚 小碧眼 你这个感情的大骗子 现在终于遭到报应了 何必再让自己陷入如此难堪呢 是时候离开了 好 你别下床了 再休息会儿 我先走了 王爷慢走 嗯 祝福 这套 大骗子 放逑 有些 Hund 大骗子 里面 是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袁三公子 感谢你们为公月国带来了新生 我们大漠人民向来都是有恩必报 所以 我特意准备了粮菌一千瓶 西域特效粮药一百香 以示谢意 谢陛下 大帝之心已经在此生根发芽 它将永远地守护着公月的土地 这实乃是天将祥瑞 我们势必要举行一场祭祀 来感谢大漠之神的庇佑 陛下 公月国多年没有办祭祀 祭坛早已被封沙所侵蚀 母皇 在树母神下 找到大帝之心的那间石室 那里不但空间大 更是给予公月重生的地方 何不在此 借此大漠之神 飞绝这次 真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陛下 这间石室连接着吴忧城 那可是明家的据点 木槿姑娘请放心 我已将吴忧城的通道全部都封闭了 现在就算是火药也炸不开 木槿可以在公月城找到大帝之心 乃是我和公月城的缘分 我希望由我来筹办祭祀之师 准奏 木槿一定不负所托 木槿 这次祭祀完之后 我们就该回去了 世人皆知 花夕夫人 被窦英华送给了段太子 于是花夕夫人 被踏雪公子守吉而死 若花夕夫人苟活于尸 便是踏雪公子一生的耻辱 便是踏雪公子一生的耻辱 好痛 怎么了 砸伤了没有 木槿 好奇怪啊 我的腿没有知觉了 会不会以后走不了路了 我帮你看看 疼木槿 木槿 如果以后你一直陪着我 如果以后你一直陪着我 就算我走不了路 会也无所谓了 别瞎说 疼木槿 好疼 袁非白 你疯了吗 你那么用力干吗 你信不信我气死你 君老板的腿好得如此之快 都能踢人了 对啊 我就是看不得你们两个 这么亲近 不行吗 好 既然今天段太子在此 那就给我们做个见证吧 木槿 我不在乎 这世俗的流言蜚语 我更不在乎 所谓的原家名誉 踏雪公子此生 只想让她的花夕夫人 回到身边 非白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在乎 可是我为你心疼 我替你在乎 木槿 你看你说话搞得她都想吐了 木槿 陛下 跟我来 跟我来 祭祀 是 就在本月初八 这女皇当真天真 她以为封死无忧城的地道 就可以安枕无忧地参加祭祀了吗 殊不知 这无忧城通往皇宫的入口 有好几条 我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到了 祭祀那日 便是公园灭国之时 恭喜家主 夙愿即将达成 帝莹怎么样了 自从花木槿让原非爵知道 碧莹姑娘是顶替她成为木丫头之后 原非爵对碧莹姑娘 就一直很冷淡 碧莹姑娘很是伤心 花木槿 花木槿这个贱人 初八那日 待我剿灭公月皇宫之时 我第一个杀的 就是她原非绝合花木槿 等我取代公月女皇 碧莹就是公主 到时候 我要把全天下最优秀的男人都绑过来 随她挑选 作曲 李宗盛 渡不过红尘 握不住余温 岁月未曾 情言梦懂少年人 最贪恋凉尘 最难乃离分 痴情容谁 从往事中抽身 未曾相知别转身 还未如愿 却梦沉 若从头说着无常缘分 是霜雪起身 令我知心愿 看看一梦算的真 尽人同罪不通臣 是知情知水 是知爱知恨 美好歌自愿往生温存 情道今生处 神根 人在人潮里浮沉 一顾飞你 再顾飞我 为何就是风为我 此生 谁还候这春风上 念 是 つ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